说起赵丽颖,想必大家都不陌生,一部花钱谷打破中国内地周博剧的收视率。 她的楚桥长更是中国首部网播量超过400亿的电视剧,可以说赵丽颖给我们带来了太多好看的作品了。 而且赵丽颖不论是颜值上还是人品,都深深的吸引着大家,被网友们所喜爱,人们也亲切的趁她为赢宝,作为影视剧中收视率,保证的影帝胡歌,在圈内也深受喜爱。 她从来不张扬,不炒作,也几乎没有拍过烂片,她的狼牙榜,伪装者,都是曾打破收视记录,因超强的演技,谦虚的为人,被人们一致认为是娱乐圈的男神。 之前在参加某班讲典礼时,赵丽颖和胡歌坐在了一起,作为当红偶像,一个美,一个帅,二人同框格外的班派,出道的这些年,赵丽颖和很多男神合作过,霍建华,陈晓,陈伟晴,李一峰,男神无数,曾经在拍摄花钱股时,银宝就表示很想和胡歌合作,在很多公众场合,赵丽颖也不止一次, 表示想和胡歌合作,许多次都表现出对胡歌的欣赏,二人关系较好,胡歌却拒绝与赵丽颖合作,那到底是为什么呢? 在一次综艺节目中,胡歌曾被记者问到这个问题,而当时胡歌也是大方的回应了记者,他拍戏太拼,我压力大,这九个字向很多观众哈哈大笑,也纷纷为胡歌的高情商和赵丽颖的可苦所连赞, 确实赵丽颖拍戏是非常拼命的,一年365天,几乎有300天的时间都是待在剧组的,而且赵丽颖拍戏很少用替身,很多事情都要切力轻微,力求完美,他是娱乐圈出了名的拼命三娘。 赵丽颖这些年来基本上都是无休止的工作,也正是这种努力,才让他现在如此的成功,并且留下了这么多优秀的作品。 让我们震惊的是,在他心惧杀庆之后,他宣布要休息一段时间调整状态,想意想确实是,这些年来几乎都没有休息过的他,每天都是忙忙碌碌的工作,现在是时候好好休息一下,享受一下生活了。 粉丝们也是很明示里的,纷纷表示,快去快去,刚好巧的是,他和胡哥都是差不多时间请假的,很多官友表示两个人是不是以前出去啊,虽然是玩笑话,但是也看得出来大家还是很盼望,他可以找到幸福的我。